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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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悉 该案件在7月19日将迎来第五次开庭 届时高云翔和张希方面都会提交新的证据 就目前来看 证据对张希非常不利 目前 高云翔与7次董玄吉孩子一家三口 真的要求生活在澳大利亚 为防止高云翔外逃 全家人护照全部上缴